报告中指出 一直以来 研究团队都在积极调查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 所进行的研究 和该研究所与中国共产党 以及解放军的关系 报告结论指出 证据优势表明 武汉肺炎病毒 就是由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2019年9月12号之前的 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 待病毒泄露后不久 在武汉2019年10月18号 举办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扩散 进而把病毒蔓延到了其他国家 这份中文版报告 所列出的事件关键人物包括 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毅 武汉国家生物安全 四级实验室主任袁志明 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等等 报告中还进一步地解释 所谓证据优势 就是比反证更具说服力的证据 因此研究团队认为 主张病毒源自动物 或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为源头的说法 应该被完全排除 新台人记者凤华 江迪亚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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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